游览车打横 翻覆在国道3号南下彰化和美路段 车上30多人轻重伤 台中彰化消防局救护车出动 连民间救护车也加入救援 大量伤患分送台中彰化多家医院 天宇路华猛烈撞击 初步估计33人送医 其中5人伤势比较严重 主要是在胸部受伤 主要是多处的肋骨骨折 加上肺挫伤还加血胸 目前来说住在家户病房的人 都需要观察就好 目前还没有生命危险 大家都平安健康 我们才会放心才会安心 待的时候看到我们就抓着我们的手 然后整个手都还在发抖 因为真的非常惊吓 他们说车祸发生的当下 他们是悬在半空中的 车祸发生在下午4点多 游览车疑似为了闪躲 这部黑色轿车 不慎打滑翻腹 我们就很类似打滑这样 然后就翻了 就倒在驾驶座那边 那很多人都被压在底下 不如碎一地 一直就翻了 此季志工傍晚得知消息 立刻赶往医院关怀 护卫伤患 希望安定惊吓的心 情绪缓和 早日康复 大安新闻 李亚平 郭继宗 台中彰化 综合报导 这是我们的心理 谢谢大家